在我上班的地方有一位同事 大约认识了有三四年了 在这些年中 我常听见他烦恼的一件事 就是身材有些太丰满了 他不是没有想过要认真减重 但是成效好像都不怎样 而我们外人也看得出来 他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对饮食很没有自制力 一吃就停不下来 不过近半个月 他却很明显地瘦下去了 饭量也减到正常了 反而让我们有点担心 赶紧问他有没有什么事啊 他笑着说没事 只是他以前和家人同住 家人都和他一样 爱吃又不节制 而这个月呢 他搬出来和朋友合租雷间公寓 而这个朋友 是一个在维持健康体态上面 和饮食上面 很有自制力的一个人 我同事和他住在一起 结果也开始自觉地 学着掌控饮食 有节制地吃喝 这让我想到 以前看过一位心理学教授 他在研究人的自制力 他指出 自制力其实是会传染的哟 无论好的或坏的都会传染 这个教授曾经提供了一个数据 就是关于肥胖和饮食 数据显示 如果一个人最亲近的家人或好友 对饮食的节制力很差 结果长胖了 那么 这个人长胖的概率 就会高达百分之一百七十一 当然 好消息是 差的自制力固然会传染 好的自制力也会感染 这名教授 在他的研究里就提到 若是一个人 经常生活在自制力强的人中间呢 就会倾向主动提高自己的自制力 具有正面的影响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要强调 居住要选邻居 交往要选朋友 最后 这位教授建议 随着自制力的感染 如果你的朋友和你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只要常聚在一起 即使这个目标乍看起来很困难 可是你们愿意共同为这个目标而自制 这目标被达成的机会就很大了 箴言二十七章十七节说 铁磨铁磨出认来 朋友相感也是如此 还真是这样吧 你认为呢 我是您的主持人张静 很高兴您收听爱说两分钟 欢迎您将您的感想或分享在底下留言 十分期待您的回应哦 或是如果您愿意的话 也可以透过email告诉我们 email是52mtalk at gmail.com 52mtalk at gmail.com 谢谢您 愿神赐福您 请不吝点赞福您